将细点化线图层设置为当前图层 选择直线工具,绘制中心线 打开对象扑桌开关 将突实线图层设置为当前图层 选择圆工具,绘制两个圆 将细实线图层设置为当前图层 选择圆工具,绘制圆 选择修剪工具,修剪圆 将突实线图层设置为当前图层 选择正多边形工具,绘制螺母的轮廓线 显示图形的线宽 利用工具选项板,也可以绘制六角螺母 选择六角螺母,公字,图标 移动鼠标到绘图窗口,并单击鼠标 选择六角螺母,选择M12选项 单击三角图标 图形绘制完毕